大家好,这次呢,来分享一些structure warrant的一些概念 structure warrant分成两种 也就是call warrant跟boot warrant call warrant是买上的,boot warrant是买下的 这些call warrant都是由投行investment bank的产品 不是由上市公司自己issue的 所以跟那个上市公司自己本身的warrant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通常呢,交易structure warrant你是跟投资银行交易 你不是去跟上市公司交易 你也不可以用你的structure warrant去跟上市公司去换他的母股 在马来西亚呢,investment bank呢,当他到期的时候 如果是in the money,他是会给你现金的 我们叫做cash settlement ok so现在呢,就要讲一些基本的一些term and definition 呃,我在上个视频,我有讲过一样东西 叫做add the money,in the money,out of money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呀,呃,现在呢,同样的我也是打算用这个 跟进马来西亚来讲解这个东西 呀 所以我们随便的选一个 啊,随便的选一个 啊 structure warrant来讲解 比如说我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啊 呃,这个啦 跟进马来西亚 啊 c93 ok c93 它的exercise value呢 是这个 2.6271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这个 ok 首先这个是call warrant ok 意思是什么 如果母股是多个2.6271 多个这个exercise value 他就叫做in the money in the money 现在是多过吗 因为 啊 啊 怎么说呢 the default是2.79 出盘价 呀 是多过 就说这个call warrant呢 是有钱的 是有值钱的啊 是有赚钱的 ok 那就说你的call warrant 是可以换到钱的 啊 就是这个概念 你可以换到钱 不一定代表是你赚钱的 这个 这个概念呢 大家要很清楚 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call warrant c93 是有value的 是有价值的 ok 是有类在价值的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in the money 啊 exercise value 母股多过exercise value 它就是in the money 呀 这样如果 呃 母股 是少过这个exercise value的 我们叫做out of money 就是说 没有钱 啊 如果到期的时候 你这个call warrant呢 是非止一张 你是万不到钱的 ok 叫做out of money out of money ok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叫做add the money 就说刚刚好 你的那个exercise value 跟你的那个母股的价钱 是一样的 叫做add the money 啊 就说 这个call warrant呢 呃 你可以拿费本钱 啊 你可以拿费本钱的意思 啊 不是拿费本钱 事实上 也是换不到钱的 刚刚购罢了 呀 其实也是非止一张 ok ok 呃 这样呢 我们投资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啊我们投资的时候 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风险 进量的减少 呀 call warrant呢 虽然是一种 呃 比较属于筹 筹集的一种交易 比较筹集 是很高风险的 啊 但是呢 我们就是尽量的 要把这些风险减低 来提高我们交易 call warrant 或者是交易 boot warrant的 那个胜算 呀 胜算 so 其中一个 可以提高胜算的地方 就是说尽量的去交易 in the money in the money in the money 就是说 最少你知道了 这个东西 这个call warrant到期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钱剩下 我不会 我不会学本无规 学本无规 呀 因为是in the money 我还有钱吗 我还有钱 我的call warrant 还是可以去换钱的 可能我换不到 我的所有的 所有的本钱回来 但是最少我有钱在哪里面 啊我是会换你钱的 啊 啊我帮你呢 就是说 如果你买3000 如果你买3000块的call warrant 最后呢 你的母股 是少过这个 XSI value 你3000块 到期的时候 你的3000块 一分钱都拿不到 完全完蛋 完全没有了 呀 如果你买3000块的call warrant XSI value 母股是多过XSI value 你最少可以浪费一部分钱 啊一部分钱 那你不至于学本无规 而且呢 通常这种 呃 多过XSI value的母股呢 就是说通常都是已经有这种趋势了 哎 已经在上注了吗 不然的话 它为什么会多过就是 啊 已经是在上层趋势了 呀 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风险呢 是会比较 比out money 啊 少很多 也不一定是 赚钱 但是最少 你这个风险呢 会减低 呀 呃 同样的 boot wallet也是一样 呀 尽量的 boot wallet呢 的算法呢 就是说 如果我的XSI value 呃 比如说是2块 我现在是 2块7毛9 5股 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in the money 已经有 我已经可以拿到钱了 啊 尽量的去交易 这个in the money的 啊 应该尽量的去选择这个 啊 in the money的这种 啊 covert wallet 啊 啊 这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继续 介绍下去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讲 in the money 怎样去算 那个time value 怎样去计算 那个 内在价值 怎样去算它的 那个time decay 啊 有什么alpha beta 这样东西啊 是很一种很复杂的 算法来的啊 我都会 免费的跟你们讲解 但是呢 这个概念 in the money 这个概念呢 是很重要的 啊 这个概念 如果这个概念你 你不明白的话 啊 以后那些东西 其实老实说也是 浪费你时间罢了 那你就不需要去学了 啊 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尽量交易 in the money 啊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这次的分享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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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